作为漫威的法师占领天花板 旺达曾经凭借一己之力 报答前男友团灭光照会 可如今却被一个女巫吊起来打 这个女巫到底是何方神圣 原来在数百年前 阿加莎是女巫团中的一员 却因为私自偷学黑魔法而遭到审判 女巫们不顾她的苦苦哀求 决定将她凌迟除死以警校友 随着数导光柱击中阿加莎 在痛苦的哀嚎声中 她体内的黑魔法被激活 开始吞噬吸收女巫们的魔法 眼见众人不敌 身为母亲的女巫团首领 也终于亲自出手 遭到至今背叛的阿加莎 在这一刻彻底黑化 她振脱束缚 只用一击就将女巫们全部击倒 而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干尸 受到欺骗的旺达想要施展魔法反击 却发现她的魔法失效了 而阿加莎只是稍一抬手就做了 原来地下室早已被阿加莎 施加了封印魔法的符吻 在这个空间内 只有施术者才能使用魔法 她很惊讶从没学过魔法的旺达 是如何轻松改变了整个小镇 控制了几千人的思想 她研习数年也只能控制一只小虫子 随后她拔了旺达的一根头发 打开了旺达记忆深处的大门 为了拯救孩子们 旺达只好再次进入自己的回忆 年幼时的旺达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一家人总喜欢聚在一起看情景喜剧 而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旺达的幻境一开始是黑白的 然而突如其来的炮上打破了家庭的宁静 父母当场身亡 躲在床下的旺达 看着眼前斯塔克工业的导弹 恐惧是她下意识地伸出手修改的炸弹 为了复仇 旺达自愿接受了九斗蛇组织的实验 接触到心灵保湿的旺达 这里唤醒了她体内的混沌魔法 在复联基地中 那是她和幻世第一个家 她失去哥哥后 是幻世一直陪着她 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对彼此的感情 但幻世的死 再次让她陷入绝望 终局之战后 幻达来到天剑局 想拿回幻世的尸体 但是却遭到了局长的拒绝 原因是幻世的身体 是价值三十亿美刀的震惊 看着被拆解的七零八落的幻世 幻达无奈地跟她做了最后的道别 随后 她来到了原本样 和幻世相守中老的小镇 看着变迁上的约定 这一刻她再也承受不住 极致的痛苦之下 幻达彻底决行了混沌魔法 目睹了整个过程的阿加莎 已经清楚了全部情况 她用魔法绑架了 幻达的两个儿子 而在神盾举击地内 飞长利用无人机上 残存的混沌魔法 将天剑局的终极兵器 白幻世成功唤醒 震惊老公复活了 这下幻达有个数